阳光帅气的彭宇燕 去年凭借电影《翻滚吧》 阿信的热映人气飙升 也因此颇受厂商的青睐 代言不断 8月2号晚上 彭宇燕是现身上海 出席某知名服装品牌的宣传活动 风头正进的彭宇燕 如今是众多厂商眼中的香伯伯 广告邀约不断 据说光上半年的代言费 就高达1000万台币 折合人民币200多万 在代言非常好 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找你来 谢谢大家的厚爱 非常非常开心 这个有工作 努力工作换来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开心这样 所以会继续努力 那够用刚刚好就很开心 该品牌的前代言人是软晶天 因为伏兵役 他损失了不少代言和骗约 而为了弥补空缺 外形演技俱佳的彭宇燕 成为了不少广告商和片方的上选 有人也因此将彭宇燕 视作软晶天第二 对于这样的作品 彭宇燕不以为意 目前我就因为没办法掌控别人怎么说 我也没有听到这种说法 但是我跟小天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就没有什么影响 近期由彭宇燕主演的电影《太极》即将上映 目前他还在赶拍和百百合合作的新片 尽管工作繁忙 喜欢运动的彭宇燕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坐在电视机前收看伦敦奥运会 因为此前有过在电影《翻滚吧!阿信》中扮演体操选手的经历 因此在观看体操项目比赛时彭宇燕也格外有感触 感受特别深刻 就在过程中自己体验过了 我相信所有的运动员都是这样 不管是哪里的 他们都是付出的这些泪水 都是汗水 都是超过一般人能够想象 新闻在线上海报道